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篇是 他想找成功的人来做一些见证 先读标题给你听 所以找成功的人来分享 所以那些试着每件事 什么都试过的女人 而且还实在没有办法来去瘦下来 couldn't manage to get in shape 我们说manage to do something 这个片语 一般我们在台湾的翻译 把它翻成是设法什么什么干嘛的 但我认为manage就管理 总之你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生活 或者这些减肥的方法 然后管理到一个程度是会成功的 所以你实在没有办法去做到 get in shape的概念 然后what finally work 到底什么最后是成功了呢 你看用过去式 所以表示啊 他真的要问的就是成功的人 请跳出来回应我 what worked 对你来说是过去式嘛 因为你现在已经瘦了 right so what finally worked 下面来 下面我们来看 it's not motivation you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but discipline 所以你该担心的 你该担心的部分 并不是动机 动机很简单 discipline才是难 所以这两件事情 所以motivation是动机 但是难的是discipline 什么意思呢 就维持discipline 我有时候想一想 我都觉得 哇塞 我的影片已经做三百多集 已经过三百五了 很快要迎接四百集 那我都是很有discipline的 一个礼拜 固定就升五级出来 有的时候升多一点 当个存档 下礼拜可以再使用 所以 这就是discipline 同学 讲这话中间打个歌 实在是非常的没有感觉 讲讲讲讲 这就是discipline 好所以 你该担心的不是动机 动机谁都有 我今天想运动 明天想运动 每天都有在想运动 可是有没有真的去做 不见得有 所以discipline 执行 我怕你误会 你以为discipline 是所谓执行力 不是 discipline就纪律 你要很有纪律的 做一件事情 才能够做得长久 那讲到一些 讲到一些很歪千扭八的东西 该不该分享 我也不知道 说了无所谓 有些朋友在经营onlyfans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就说一下 onlyfans就是 比较色情路线的东西 说实在的 就你在上面可以 可以分享你一些比较入股的东西 然后可以收会员费 所以这些朋友用这样的东西 这个管道来赚钱增加收入 那我个人觉得不偷不抢无所谓 那他们可能就 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拍下来 然后就在上面分享 你看这真的道德沦丧 你如果这样想我尊重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用 他们用一个 他们觉得OK的管道赚钱 所以我对这事没看法 但是 我想要讲的点到底是什么 他们没有discipline 我这么多的朋友在做这个 讲什么叫这么多的朋友 你认识这么多这种人 反正就是有听说啦 至少 也不见得真的一个个都认识 可是你知道 像你划一下推特或什么之类的话 你会看到台湾很多人在做这个 推特 如果你知道最近这个概念 就推特这个东西是一个还蛮 它不太有那个尺度上的界限 所以推特上你可以放很多大尺度的照片 所以那有时候我就会去划划看一下 看了也蛮精彩的这样 所以 在推特上就会看到 有这么多的人在经营这个东西 但是 有没有discipline 里面我只看到少数几个有discipline 就固定铲出内容 像我一样 那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做一做就 会心力交瘁 讲得好严重 心力交瘁 可是真的 真的 你看我做英文的这个频道 我的内容可以算是源源不绝 我从来没有一周坐在那里想说 Oh shit 我这周生不出内容来 我下周的五个影片生不出内容来 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总有新闻可以让我做 我还有时候会期待 这个礼拜会报个什么大新闻 我就可以拿来 把他的英文版讲给我们的 这个华人同胞们听 但是 做色情的 你能有什么新创意啊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弄去 还不就两个人在那边交缠着 可能人再多一点 或者 玩的内容在 这个尺度大一点 或这些的 所以很多人到后来就是 绞进脑子也想不出什么新的来 那粉丝也会疲乏 你永远露一个屁股 然后不同角度拍你的屁股 我还要每个月付钱来看这东西吗 就 你自己也会觉得 哇 这个还有人要看吗 我自己拍的都累了 这样 所以对他们来说 就会慢慢的 很容易就会 就会退下去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很严重 这就是discipline 我怎么讲到这里来 but anyway 分享一下 So once you find what appeals to you 你一旦找到对你来说 什么是吸引你的 You find what appeals to you Treat it like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until it becomes something you look forward to 所以你就想要 你一旦找到对你来说是吸引你的方式 减肥的方式 你就把它像是一个约会一样来对待它 Treat it like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直到它变成一个你会期待的事情 until it becomes something you look forward to 这没什么 那个需要讲解的文法或 或字其实 除了最后这一个 Or can more than dread 这样子 所以它 要不就是变成一个你可以期待的事情 或者就是至少 它可以超过是 你至少不会dread它 所以dread这个字 可能算是比较 你可能少见到一点点 dread就是 你赌揽一件事 害怕一件事不想去做 所以它跟fear基本上用法也是一样的 例如说我很不喜欢看牙医好了 我就可以说 I fear going to the dentist 那我可以改成 I dread going to the dentist 概念差不多 所以你至少不要让它成为一个dread 要变成是一个 It's either something that you look forward to 要不就期待它 要不就至少不是一个dread 大概这样的概念 下面一个人说 My current phrase is dedication over motivation 所以它目前现在用的一个phrase就是 什么over什么就是什么 比什么还厉害 超过它 更重要 所以dedication就是对一件事情的投入 投入比动机更重要 dedication over motivation I go right after work and just go for half an hour to an hour 所以下班一定去 然后去做个半小时到一小时 That's pretty cool My rules was 单数的话 I have to go to the gym and put my gym clothes on 他的规则就是 他一定要去健身房 然后把他的健身房的衣服穿上去再说 If I still don't want to go I can leave 所以去了以后 穿上了衣服 要是我穿了衣服之后 我还是不想坐 那我就走 I have never left before exercising 所以他还真的是没离开过 至少穿了衣服就不会想走了 这也不错 OK I have never left before exercising but sometimes do cut them short 但有时候的确会做的短一点点 cut them short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有另外一个补救老师跟我分享过 他年纪比我再大一点点 他说去健身房就去 但你可能就不要逼你自己 你就心里想一个概念 你就是去洗个澡 这个想法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就是去洗个澡 那边洗澡设备 当然也是用起来比较豪迈一点 在家里可能会想说 洗完我还要把墙壁冲干净 之类的 浴缸不要弄太脏 刷一刷 可是你在那洗完 就是一关你就走 反正有人会亲 然后就是 那是一个比较畅快的洗澡体验 所以我觉得那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你想到你要洗澡前 要不要先运动一下 你可能就会了 这样子 so that's a pretty good idea too 好 下一个人说同意 OK cool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个 Learning how insulin affects weight loss and researching foods that do not cause insulin spikes as much do not cause insulin spikes as much and intermittent fasting 刚读的有点卡一下 抱歉 那这个我觉得 这个回应非常好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你该学着Learning how insulin insulin是什么 胰岛素 所以这个字不能不认识 这是很生活的一个字 insulin 所以学习胰岛素怎么去影响weight loss 怎么去影响这个身体就减重 OK 所以weight是名词 loss就失去 也是名词 weight loss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学这个东西 以及还要去研究另外一个东西 and researching 所以你看这ing跟ing 所以它的这个平行结构是两个ing 研究什么食物呢 foods that do not cause insulin spikes 所以比较不会 as much 比较不会造成insulin spike 什么是spike 打一下 spike是尖尖的东西 叫spike 所以像我们讲说 那个covid-19 covid的那种病毒 病毒上不是有那个突起物吗 他们就叫它spike 我的头发现在是比较长 可以梳成一个这种 油油感觉的恶心头 但我很久 就很久以来 就年轻到现在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尖尖的那种刺猬头 那一样 那个就叫spike spikey hair 那spike还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这里 所以像如果你是托福亚瑟的同学 应该讲你是亚瑟 托福可能比较没有 因为托福没有 考写作图表 那图表里面的那一种 突然间一个东西上涨之类的 你就可以用spike来说它 OK 写个例句试试看 假设你就是说 这个 我今天才跟一个朋友探讨到 Amy 我们聊到这个 亚瑟的写作图表 如果你讲到说 如果一个图表写的是 年龄层的分布 跟那个打电动人口 所以打电动人口 从年龄层来比的话 可能是 I don't know 18岁一路到40岁 都打得比较多 那40岁以后往下降 18岁以前也不高之类的 事实上这数字应该会错 因为打电动可能是从12 23岁就开始 but anyway 假设是这样好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打电动人口 到了23岁的时候 到达一个超高顶峰 然后接下来都是往下一点点的话 你就可以说 你就可以说 所以这个demographic OK 这个年龄层 saw a spike during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从什么到什么 during什么什么什么 这阶级层大概 后面是可以继续斟酌 怎么来使用 但总之这个 看到一个spike 这个用法 就还蛮好用的 就什么什么东西 看到了一个 突发性的增长 猛爆性的增长 这样spike 所以 所以这边说的 你要研究一些什么食物 这个食物是不会造成 insulin spikes 这样懂意思 不会造成你的 那个胰岛素 突然间飙升 as much 以及下一个点 就是这个 intermittent fasting 这个国外 现在很多人就直接讲 if 那这不是if 如果吗 if他这边讲 就是这个 间歇性断食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我还是把它打出来一下 intermittent fasting 好 间歇性断食 intermittent就是间歇性 这样子 fasting这个字 应该还好啦 fast这个你一般理解 我也就快速 它是形容词也是副词 还有一个它的动词变化 fasten 它的意思是把东西系上 系上皮带啦 系上那个 车上的安全带啦 飞机上的这些的 fasten your seat belt 那可是fast 也自己可以当动词 不见得加en 才是动词 自己也可以当动词 这就是 进食 不吃东西 ok 如果说我去 我昨天24小时没吃东西 我就可以跟你说 i fasted for 24 hours 所以这里的fast当成一个动词 那我们知道 go on a diet 是我们常讲的 我今天进行一个特殊的饮食 减肥用的 go on a diet 升肥也是go on a diet you go on a diet to gain weight 也是ok的哦 其实 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这么单纯的认为 go on a diet 一定是减肥用 不见得适的 好 所以go on a diet 不过一般是 普遍来说是 那我今天进行一场进食要怎么说 you go on a fast 所以fast这个动词 这个名词 都是进食 动词跟名词 形容词就是快了 这个补充 应该还算蛮重要的 然后just be aware if you have any sort of eating disorder that intermittent fasting might not be for you 要是你有一些任何 吃方面的一些disorder 症状或什么这些的 厌食症或干嘛 之类的 那intermittent fasting 可能就对你来说不是很好的 这样子 alright 好好好 另外下一个说的 just be aware 你要小心 don't take advice from someone on the internet 就你不要随便听网路上的人说的 你应该跟一个dietician来去研究一下 speak to a dietician that specializes in eating disorders 所以他的专业就是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有的话 这样alright 好 我其实比较想要多讲一下 看有没有一些声词 好下面再看一个 made it a routine 重点又是一个 你只要让它 就是让它成为一个routine 像我刚刚讲discipline这个字 那routine这个字应该也好理解 你每天早上的routine是什么 起床可能先刷牙洗脸 然后吃早餐 然后喂狗之类的 routine even though I work from home 所以他是一个这个WFH的人 work from home的人 I have been for 4 years now 哇他已经4年了 所以跟pandemic大概没关系了 所以虽然说even though 你看到even though 你就知道还有另外一句 所以虽然说他是在家工作 但是 所以这里的但是这边接下去 注意没有but 但是我6点起床 I get up at 6 walk my dog and feed her and off to the gym for an hour 2 hour and a half 所以6点起床 带狗散步 然后呢喂他吃东西 然后接下去到健身房 off to the gym 1小时或者hour and a half 这边就是1小时半 这样子hour and a half when I don't do it I feel lost in the morning 他只要不做 他就觉得早上好像迷路了 OK 迷失了这样子 好所以你看 oh this 没错 the key is to make it a habit 这应该是to 打错字 所以make it a habit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习惯 embed it within your routine and start very small 这个embed的意思就是把它砍入 OK 我们讲了这个 讲了一个砍入式的一个厨房的 一个抽油烟机啊 或之类的 所以这个叫做砍入 OK 是这个砍吗 我中文打得不好 我看起来感觉不是这个砍 我能不能找到正确的砍 好像是不是这一个 这个可能比较好 我先把它 insert进去好了 anyway 砍入式 embed 好 那start small的意思就是 一小步一小步开始 OK 然后 这边好长一段 我有点不想看 我想把它念完就好了 我怕这个今天又做太长 要举重 举重的话才能增加肌肉量 so weight lifting 举重 to increase muscle and the food you burn just by existing 所以增加肌肉量 以及 你做 你只要是 我能卡卡的 你只要有 那个练健身 举重的话 你就能够烧掉 你所吃的食物 的确是这样 OK so to increase muscle and the food you burn just by existing and when you look in the mirror and feel strong or powerful you're more likely to act that way 所以你只要 看着镜子 然后看到你觉得很强壮在举重 觉得自己很powerful的时候 你的行为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建议还不错啦 starting small with exercising 所以一样 从小步小步开始 pushing yourself too hard at the start will make each workout feel like a huge commitment 所以你要是 把自己推得太用力的话 一开始太用力 就会让每一个workout 感觉像是一个 很大的commitment 投入太多 and you'll give up sooner 你就会比较快地放弃它 do only what you enjoy 你做你想喜欢做的 enjoy的 and do it regularly 持续做 slowly add a little more 慢慢加多一点 then it'll be less daunting daunting这个字 我真的觉得生活上 很常看得到 你觉得一件事情 灰暗眼前无望 daunting 所以这个事情 你想到就不想做 that's a daunting thing to do ok and daunting and before you know it it's a habit 所以这个 before you know it 什么什么的 这个片语很常见 就在你知道之前 它就变怎样了 ok所以这个片语是 英文中很常听到的 我们还蛮少讲到的 before you know it 照个例句好了 before you know it 你喜欢一个女生 不知道怎么追求她 可是总之你就每天 可能陪她吃午餐 吃一吃吃一吃 不小心你们就在一起了 你看 所以这个说不定 用英文来讲就是 you know you spend your lunch time with her you know eat with her talk with her and you know just have a good time chatting get to know her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past and before you know it you're a couple 这样就造句成功了 before you know it 什么事就发生了 不小心 你们就成为男女朋友了 这不能翻成不小心 我只是很粗力地 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before you know it it's a habit eventually a hard workout is a habit 到最后 很努力的workout 也会变成习惯 yeah sure don't keep lots of junk in the house i limit myself to one junk purchase a week one junk purchase a week 所以不要在家里 留太多的垃圾 我猜他讲的是垃圾食物 所以他限制自己 一个礼拜只买一次的垃圾食物 i limit myself to one junk purchase a week 这里的junk purchase是一个词 because if it's in the house i will eat it 所以我讲的是垃圾食物 没错 只要在房子里 在屋子里 他就会吃 这个我应该要学习他 因为我家里 现在有巧克力跟洋芋片 真的不行 好anyway but don't cut it out completely because food shouldn't be a reward or punishment 所以他不要你 把它完全地切断掉 就直接junk food 因为食物不应该是一个奖赏 也不应该是一个惩罚 really 对我来说真的是 我家心情不是很好 吃两颗巧克力 马上爽起来 cutting something out completely leads to the mentality that eating less than perfect is failure 所以你要是把什么东西 完全在你的生活中 砍掉它 cutting something out completely 就会导致 leads to后面这件事 导致什么事呢 to the mentality 导致有一个精神状态 一个想法上 leading to一个mentality 这个mentality就是 eating less than perfect is a failure 就是你只要吃的 比完美还低一点点 你就是失败者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吃的超完美 例如说不能吃太多淀粉 蛋白质吃几份 蔬菜水果吃几份 that's a perfect meal 你只要吃的比那个少 你就是失败者 这也太严重了吧 对不对 OK 所以 所以 你要是把这些垃圾 完全cut off的话 cut out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mentality 这mentality就是 吃的不完美 你就是个他妈的失败者 不要这样 太严重了 OK so be careful of extremes 所以不要走得太极端 extrem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diets and their results are only temporary unless you're shedding major weight 所以 这很重要 因为diet跟他们的结果 只是暂时的 除非 你真的要减超多的重 这个shed weight 跟lose weight 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shed这个字 一般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 舌脱皮之类的 会用这个字 像我跟你之间 如果撒血为盟 我们大概也是用shed这个字 shed blood shed blood 不要听神的大便 那个字 不是shed shed shed 所以要是你要在shed 很多的weight的话 那OK whatever food changes you make 你改变什么样的这个饮食事态 whatever food changes that you make it should be something sustainable enough to be a lifestyle change not a diet 他应该就要变成是一个能够维持住的生活模式 而不是一个diet而已 讲得好 好有道理的感觉哦 希望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的 我没看过他的照片我也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agonist anyway 好 啊 啦啦杂讲很多 我觉得今天可能复习时间都不太够了 算了吧 来 那 好 放自己一码 放大家一码 而且我中间还讲了一个很白痴的 常常的故事 听听就算了 大家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